从成交量和个股表现上面来看 今天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差的 一就是价量倍比 昨天我们看两市合计成交上午4800亿 今天上午是5000亿多一点 说明下跌又放凉了 下跌的原因就是因为抛压沉重和接盘的脆弱 将来导致跌幅扩大和指数被呆着下来 第二个就从个股的涨跌比例上面来看 这主要是看市场情绪 通过这个指标观察一下投资者的感受 那么可以说今天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弱的 只有430几家股票的上涨 4315家股票的下跌 这个比例达到1比10 这个落差也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就是个股涨跌比反映市场的普跌 和反映市场的杀伤力 这个面是很宽的 就是相当于是 它不是说 不是说积极步枪的这种点式 而是机关枪 甚至是重型机关枪的这种扫射 这样的导致呢 就个股的涨跌比的差距非常大 那从个股呢 下跌的杀伤力来看 今天呢也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跌停10%以上的30来讲 跌幅超过5% 460家 所以杀伤力呢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样一种下跌呢 特别容易呢 造成投资者呢 对市场感受的麻木 这是很恐怖的 这种就是会使得 投资者呢 失去 痛觉 我觉得在观察市场的时候呢 在这种阶段呢 往往就意味着呢 是市场风险极其的大 因为如果有痛觉的时候呢 大家下手呢 就会哆嗦 就不太敢下手 但是呢 在思绪知觉的时候呢 它这个杀起来呢 就不管不顾 最近这段时间 市场出现了这个现象 就是不管不顾的杀跌 以逃离作案现场 为主要的生存目标 这是比较可怕的 一个下跌状态 前段时间 研溢过来呢 到最近这几个交易 一直呢 有这个现象 也是我在我们微加群里头呢 反复提示的 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里头呢 很多投资者呢 在 它不是一般的止损 它是在逃离现场 它对下跌多少以后呢 该动或者不该动 它已经失去感觉 就是一情绪上来呢 就落了 一落了呢 就产生传导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里头呢 个股跌个百分之二三的 都不算上了 因为跌百分之五以上的 太多了 这样的就会导致呢 跌百分之一二二三的这些 都算抗跌 就是这种就算抗跌了 这是目前的这个状态 就是到了一个投资者呢 在撒跌的时候呢 不太计较价格 以逃离作案现场呢 为操作目标 这是市场呢 带有一点 心理恐慌 心理恐慌 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今天市场呢 交易层面上面的一个特点 那么从 大的结构来讲呢 A股呢 肯定是分类指数 就是分市场指数 基本上呢 都是照着重新探底 这个 这个走法 而去了 对吧 我们看今天 行业分市场指数 你看今天呢 这个跌幅超过百分之二以上的 这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偏下去呢 跟权重的有一定的关系 户市呢 也有补跌的一个迹象 就是户上证的150 上证的100 这些呢 出现在跌幅榜前列 深圳的中子 然后呢 像新子数 还有上证的380 和中证的 这个500 等等这些 这都是偏向性的中型的股票 中大型的股票呢 都包含在里头 它可不是小票了 这是偏向性的中大型 那中大型的这些票里头呢 就赛大股的比重呢 是比较多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各类行业 在里头呢 都配备的比较齐全 这是这两天的 下跌的一个情况 就是杀到的市场的核心力量 杀到了过去两年的 表现最强的 这部分品种上面 这是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那么对应的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宁德时代 这种连续的往下走 还有呢 像新能源板块里头的 其他一些品种 对吧 阳光电源 昨天跌板 是今天的继续下跌 上机速控 今天跌停 那这个票呢 过去几年呢 它也是新能源板块上面的 代表性品种 就是说盘子比较小 这个业绩的弹性非常的大 涨了非常的多 然后呢 现在出现了这种融资的饥渴 前些天呢 刚刚发完转载 昨天晚上呢 又公布 60个亿的印证 啊 再討好 一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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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